移动 那我想这也请署长能够让我了解用书面的方式 那再来一点是长照的问题 长照署长也很了解了 我想一定是需要有一个专责的单位 那么昨天呢 我们有处长也跟我分享了 我也提出了这个长照的问题 看起来是分散在非常多的部门 有财务费率 是由这个社会保险司这边来决策 然后长照服务网呢 就是这个照护健康这边照护司来做 然后执行面要有健保署长照署这边来做 我在想长照的问题 未来真的是非常的严峻 而且需要很快速的能够提出来 不管是长照服务法或是长照保险法 以及刚刚其实我想很多委员也都有提出来 就是长照法的概念 它不仅仅是社会福利 当然对于这些经济弱势的朋友 我们还是要社会福利的帮助 但是对于一般普罗大众 它还是需要是社会保险的概念 所以有保险的概念 一起来支持长照的推动 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 不过在这个族改里面 似乎看不太出来 而且也会让我们很忧虑的就是像现在的 不管ICF还是什么方案都是各部会 闭门造居各做各的很难合作 所以不知道这个长照这么严肃的问题 能不能有一个专责 而且位阶高一些 真正能够有效率的来达成照顾全国这些失能的人 我想这是相当优先迫切的 那么另外我想也针对长照十年的计划 已经实施了五年 我这边也希望能够有检讨的报告 以便作为我们长照服务法和长照保险法 这个推动改善的基础 我想这也很需要 那么另外呢是心理健康司 这个是我看到我们的族改的里面 看到觉得令人蛮兴奋的地方 我来请教一下署长 心理健康师 这个师他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他主要是国民的心理卫生的加强 同时呢也把这个疾病 就是有关精神疾病的选合 然后另外呢除了自杀防治 那么药物药饮这些呢 全部都整合在那里面 所以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单位 是好 我也是觉得这个相当重要 把他的位阶拉高来看一个人的存在 不是只有物理性的身体 那么把心理的这个层面都涵盖进来 但是从这个三个向度来看 刚刚署长报告的精神啊或毒瘾啦或精神病啊或是毒瘾啊等等 看起来是比较消极啊 就是都已经在后端的这个治疗的这个阶段了 这个三级里面啊都是非常后端 我们如何把心理健康师啊 如果有这个师要照顾我们全国人民啊从小到老的健康 在教育部学生他们心里也有很多的问题啊 心理健康是非常好的一个防微镀件预防胜于治疗最前端最有效果的东西 很多人可能这个观念是蛮先进但我觉得是非常好能够节省很多后端医疗的资源 还有人民的痛苦社会的伤害所以心理健康是不是应该拉到更前面 从全人的学生这个每个生命不同的阶段都能够有心理健康的完整的计划 好学生他们应该遇到的心理问题是什么 而在职场里面企业是不是对员工在心理健康上有什么样的规划跟做法 那么到了老年那他们心理的状态当然不一样 那对于障碍者那又是另外一种层次了 所以心理健康师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能够有这样一个高的位阶去促进国人的健康 这个健康师的业务我会期待它是更真正能够达到我们这个卫生福利部全人这个概念 全人的身心灵健康的促进我认为在这个心理这个健康师里面能够发挥蛮大的功效 那也希望往后能够看到更具体的内容 好那么总体来说呢就说我看了这个组织法就会觉得说我们能不能够从问题从需求 我觉得应该要大破大力啊 过去卫生署和社会师所面对的问题啊是非常严峻 人民的幸福感啊如果在我们这个部里面啊能够彻底的去思考解决的方法 因为在座是我们全国最优秀的精英啊公务人员透过了很困难的考试 然后好多的专业聚集在一起的这个专业脑力跟经验啊是应该要面对很严峻的问题 每一个问题而且要从需求出发 我们看见老人的需求看见失能的需求障碍者的需求儿少的需求 这些需求其实都很明确 我们应该从需求去思考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唯有这样啊而且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善社会的问题 而且未来我们这个生老病死啊幸福感最关键的地方都会在我们这个部里面去做 所以我是很期待我们要面对问题而且想到一定要想到你能够说服署长你自己的 如果某一个方案出来您真的觉得这不够好 真的我希望希望署长这边啊一定要把关不要送出来 因为我们都很期待在这些老弱病残的需要 我们政府啊说实在应该是主动的真的是人民的保姆 主动的积极的帮这些痛苦的人民解决问题啊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努力好吗 谢谢辛苦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